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松韵究竟是如何成功逆转 成为如今实力派演员的呢 好的 大家伙 我们接着聊聊谭松韵的经历吧 你还记得之前提到的小谭同学开始渴望成为演员的是吗 接下来的故事会更有趣哦 十岁的谭松韵宛如一只快乐的小鸟 整日穿梭在舞蹈的天地中翩然起舞 你们能想象吗 每当电视里播放跳舞的节目时 这个姑娘的眼神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我敢肯定 要是有人在她观看舞蹈节目时调台 一定会被她的死亡凝视瞪得不敢再动 谭松韵的父母看到女儿如此有干劲 心中无比欣喜 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女儿送到了一所以民间舞蹈文明的艺术学校 这下可真不错 谭松韵在学校中简直如鱼得水 整天跟着音乐欢快地舞动 开心的就像一只偷了心的小猫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某天 谭松韵无意间欣赏了经典剧集《还珠格格》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她的小心脏狂跳不已 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我也想成为演员 于是我们的小谭同学迈出了追寻演员梦想的第一步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踏上了表演学习的旅程 然而她那天真可爱的外貌反而成为了她的障碍 每一次试镜 导演们见到她那张如娃娃般的脸庞 总是眉头一皱地说 太年轻了 不行 爱真让小谭烦恼 仿佛自己成了一个被冷落的小柚子 不过 别担心 谭松韵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在父母的支持下 她咬紧牙关坚持着 犹如一只顽强的小蚂蚁 终于迎赖了机会 2010年 她顺利地成为《甄嬛传》的演员之一 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这对她的演艺事业来说是个重要的起点啊 就像迈出了《通往明星之路》的第一步 此后 谭松韵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频繁亮相 虽然角色不算重要 但她却把每个角色演绎得生动鲜明 仿佛为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谭氏魅力 她就这样坚定地迈出了每一部 为将来的演艺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大家伙 您觉得这样的经历是不是非常激励人心呢 从舞蹈的追求到演艺的理想 谭松韵通过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 只要付出努力 梦想就会成真 她宛如一粒微小的种子 正徐徐在演艺圈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接着来聊谭松韵的精彩故事 上次提到小谭同学在演艺圈逐渐稳住了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她的闪耀时刻了 你还记得那部在全国范围内热播的青春偶像剧 旋风少女吗 没错 就是那部让很多年轻人为之痴迷的电视剧 谭松韵在剧中扮演了一位活泼可爱 性格阳光的女主角 尽管她当时已满25岁 但凭借那张天真无邪的面庞和出色的表演 她成功塑造了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中学生形象 这真是一种神奇的逆生长魔法 不禁让人猜测她是否秘密引用了不老权 这下全国的观众都被她那独特而清新的形象深深吸引了 国民闺女这个称号悄然无声地夹在了谭松韵身上 瞬间她在众人心中成为了完美的女神 事业也如日中天 真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 马到成功 此刻的谭松韵想必美得仿佛要腾空而起 宛若她已经搭上了演艺界的火箭 一路飞向高空 不过 朋友们 人生就像过山车 有高峰也会经历低谷 正当谭松韵沉浸在事业顶峰的快乐中时 命运却给了她一次重创 一场意外的车祸 带走了谭松韵之爱之人 她母亲 对于谭松韵而言 这一打击宛如晴空中的雷霆 仿佛在她的人生故事中意外引入了一个无情的转折点 设想一下 你正沉浸在生活的美好瞬间中 骤然间最亲近的人却离开你 那种痛楚恐怕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谭松韵当时的心情 可能就像是被从天堂狠狠摔入地狱 她那张一直充满笑意的脸上 第一次显现出我们从未见过的悲伤与绝望 此时的谭松韵 不再是那个引人注目的国民闺女 而是一位失去挚爱的普通女孩 她的世界似乎瞬间褪去了所有的色彩 仅剩下黑与白 兄弟们 你们觉得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打击 会怎么处理 是放弃选择 还是勇敢地重新站起继续向前 谭松韵的决定 可能会使我们对这位国民闺女 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各位朋友 接下来的故事或许会令你们感到震惊 我们的国民闺女谭松韵 在经历了失去母亲的伤痛后 并没有选择隐居易于自我悲叹 她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一条艰辛的旅程 为母亲争取正义 想象一下 一位年轻的女演员 即将与一个被称作全市显赫的豪门世家 在法庭上对峙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像蚂蚁和大树 不过 谭松韵可不是简单对付的角色 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拼到底 然而 现实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酷 谭松韵所面对的 不仅是对方庞大的法律团队 还有来自网络的各种质疑与诋毁 有人认为 她是在利用母亲的去世来博取关注 也有一些人批评她所求的赔偿金额过于夸张 有些网络水军甚至在网上传播对她不利的言论 这如同一场没有火药味的网络争斗 谭松韵成为了众人攻击的目标 各位朋友 你们能够体会那种感受吗 一方面需要忍受失去至亲的悲痛 另一方面还要迎接这些恶意的抨击 要是换成你 估计早就崩溃了吧 感觉就像是在泥塘里挣扎 越是努力反而陷得更深 然而我们的谭松韵可绝不是轻易就能被击败的人 尽管父亲屡次劝说她放弃 她仍然决心继续前行 每当回忆起母亲的不幸遭遇 她总能重新振作 就这样 谭松韵竟然坚持了整整两年 你们想想 这可是两年啊 亲们 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啊 简直就像现实中的愤怒的小鸟 不撞南墙 事不罢休 功夫总会有回报 终于 在两年后 这个案件正式进入了审理阶段 谭松韵在法庭上毫不畏惧地反击对方的指控 运用明确的证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她犹如一位老练的律师 思路缜密 逻辑分明 让人不由地猜测 她是否偷偷掌握了某种法律绝技 最终 法院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判处肇事者六年监禁 当谭松韵接过判决书的瞬间 她终于无法抑制 泪水夺况而出 在这一刻 她不仅为母亲争取了公正 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她宛如一位经历过重重考验的斗士 最终取得了这场困难的胜利 各位朋友们 大家觉得这样的谭松韵 是不是比我们在银屏上看到的 那个国民闺女更让人钦佩呢 她通过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 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 只要努力坚持 就一定能克服 这简直就像是一部现实中的励志剧 谭松韵通过自己的经历 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人生课 亲爱的朋友们 经过那场惊险刺激的法律战 谭松韵的人生迎来了全新的章节 你们还记得那笔难得的巨额赔偿金吗 谭松韵的决定或许会令你们感到意外 她并没有将这笔钱占为己有 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 全部投入慈善事业 这下好了 谭松韵一跃而起 成为了慈善界的小田 每当社会面临严重灾难 例如新冠疫情 水灾或泥石流等 她总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 动辄就是几十万的捐款 这样的数额可真是非同一般 谭松韵的这一举动 仿佛为这个偶尔显得冷漠的社会 注入了一记温暖心灵的力量 她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传承了母亲的爱 同时也温暖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谭松韵并不止步于此 她绝不是那种仅能充当慈善花瓶的艺人 在2018年 她重返迎评 参与了家庭题材的电视剧《以家人之名》 这一次 她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国民闺女 而是努力展现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就仿佛一只冲破剪壳的蝴蝶 谭松韵在她的演艺生涯中再度展翅翱翔 更令人意外的是 谭松韵在31岁时主演了热播的古装剧《锦心似玉》 在剧中 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聪明机智的女主角 这个角色绝非简单的花瓶 而是需要演员具备深厚的记忆才能演绎 谭松韵的表现实在令人瞩目 让人不由地感叹 这根本不是国民闺女 简直就是个实力派演员 这部剧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赞誉 同时也象征着谭松韵正式摆脱了国民闺女的形象 她宛如一颗璀璨的星星 在娱乐圈中光芒四射 各位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那位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吗 如今的谭松韵已然大变样 她显得更加稳重和成熟 具备了出色的分析与判断能力 在取得事业成就后 她依然展现出谦逊和礼貌 以更多的善意和回馈来回报社会 从曾经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成长为如今独立自主的成熟女性 谭松韵通过自身的经历传达了这样一个道理 尽管人生道路充满波折 只要心怀善良 坚定勇敢 就能克服各种困难 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梦想 她宛如一棵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小树 如今已成为一道能为他人提供庇护的大树 亲爱的朋友们 读到这里 你们是否对谭松韵有了不同的看法 她已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国民闺女 而是一位历经生活考验 依然坚守初心的实力演员 她的经历启示我们 不论生活带来何种挑战 只要我们坚守信念 就能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